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惯犯朱军错把同事沉默当支持 反诉受害女生遭身边人鄙 朱军涉嫌性骚扰女实习生 是今下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风潮的 MeToo运动中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 该案也是首个正式走入法庭交锋的案例 据BBC中文不完全统计 2018年6月到8月期间 已有近30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 媒体人及公益人士卷入性骚扰和性侵事件 BBC中文网采访案件当事人和学者 试图分析这个走向法庭的MeToo案例 对于中国MeToo运动之路的借鉴意义和影响 朱军涉嫌性骚扰一案再起波澜 还是在8月15日朱军委托的北京新权律师事务所发布声明 称朱军性骚扰实习生不实 并称将对作者及其部分转发者 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 BBC中文记者尝试联系朱军的委托律师 但对方拒绝了采访 9月25日揭发朱军性骚扰的受害女生贤子 发布微博称 她和徐超收到了朱军的起诉书 在起诉书中 朱军以名誉权遭到严重侵害和受到严重精神伤害为由 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贤子和徐超删除相关微博 赔偿其名誉和精神损失65万余元人民币 并在网络和报纸上致歉 我们应该是中国MeToo运动中 第一个正式收到起诉书的 在此之前 很多当事人只是被发一个律师函吓唬一下 贤子对BBC中文说 在拿到朱军的起诉书的同时 他也以朱军性骚扰 侵犯其人格权为由 向海淀法院递交了诉讼状进行反诉 朱军并非第一个 也非最后一个在今年夏天席卷中国的 MeToo运动中被波及的知名人士 在他之前 多名媒体人和公益人士 已被曝出涉嫌性侵或性骚扰 其中包括知名公益人雷闯 媒体人张文等 而在他被举报后一周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北京龙泉寺住持施学城也被控性侵 与其他人待遇不同的是 朱军事件在一开始发酵的极短时间内 便遭到了严格的言论审查 徐超说 7月26日他发布微博的两个小时内 转发量就达到一万条 但不久之后 所有有关的微博就被迅速删除 不少网友只能通过拼音 表情符号等暗号相互交流 7月27日中国媒体财新网发布了 女实习生指控主持人朱军性骚扰的报道 文章访问了闲子的老师和同学进行核实 但该文当晚便被撤下 徐超说 在中国说舆论会干涉司法 其实是一个很不公平的评价 当我们被噤声 当所有的搜索都没有结果时 这些事已经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此外 徐超还曾在微博上表示 在北京的房东声称受到压力 要求他删帖 因为会影响其在国企的工作 尽管遭到了言论控制 又收到了起诉书 但贤子和徐超称 他们对案情依然乐观 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中国女权学者李斯盘对BBC中文表示 朱军案作为性骚扰案例 走入法律层面是一个进步 但能否给其他案件带来示范效应 值得观察 MeToo之所以会发生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法律不够用 朱军案比较特殊的一点 是有报警记录和证据 如果有效的话 是比较难翻案的 但对于其他受害者依然艰难 贤子对BBC中文说 他觉得自己的案子就像是一个实验 我的案子赢了 会有更多的女生知道在遇到这种事 要先站出来报案 中央电视台内部人士对明镜电视指出 朱军嫌猪手是惯犯 他做这样的事毫不让人感到奇怪 丑闻最初爆出来时 中央央视内部还想大家毕竟都是同事 而且毕竟影响不好 大家都抱着稀释宁人的态度 但没想到朱军把这种态度错认为是对他的支持 进而越跳越高 反起诉受害女生来 这让很多央视同事非常看不惯 纷纷说他愿意跳就由他跳 最后这烂摊子怎么收场 那是他自己的事了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